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8年起就一直積極推廣藝術教育 也舉辦過不同類型的劇場演出 透過創作和戲劇 深入社區和學校 用藝術回歸社會 今次的劇場演出《海王星》 由本澳導演張建儀 和台灣編劇陳弘洋連手合作 藉由一些生活的既定印象 引發觀眾的共鳴 在2017年 我到了法國劇本《兩行統一》 當時就集中用了聲音 去處理整個劇本的日常狀態 以及用聲音去放大了人物之間的關係 在排練場的時候 聲音在整個空間的反彈 迴蕩、延遲等等的效果 都令到我非常著迷 當時的排練 都令到我處於一個非常迷失的狀況 因為真實的演員在我面前說話 但是他的聲音 四方八面不斷地湧過來 當時令到我在生理和心理上 都極度想吐 因為你在視覺上 很知道有個人站在你面前說話 但是你的聽覺很混亂 這件事就成為了 我做《海王星》 第一個構想的原因 其實《海王星》 都連結了我自己的生命經驗 因為我小時候的一些原因 我就開始對於所有的聲音 都開始很敏感 特別是在晚上的時候 我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 在生活中 產生的聲音令到我非常恐懼 但是在劇場中產生的聲音 製造出來的聲音令到我非常著迷 而這件事也成為了 我在導演中的藝術創作 手法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海王星》是和什麼有關呢 很簡單很直接就是 他是和思覺失調病患者有關的一個故事 花了兩年的時間去做訪談 做田野調查 去和家屬談 就發現單單這樣 只是呈現他們的世界 是有些單一和不夠立體的 所以我們就用了不同人物的關係 嘗試去切入他們的世界 首先我用了其中一個關係 就是關於愛的關係 一些很親密愛人的關係 另一種就是關於家人的關係 他的兒子 即是那個病患者 他是一個媽媽 他兒子 他怎樣用一個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心態 去嘗試和他媽媽溝通和相處 另一種就是劇場藝術創作者 他怎樣聽到這個故事之後 然後再轉化出來 去告訴他的觀眾 當中可能會有誤解 會有標籤化 或者是有些錯誤的理解在上面 就用了三種不同的人物關係 嘗試去切入思覺失調的世界裡面 你不開心嗎? 不是 這次在戲裡面的角色比較多 我是一隻得童 我是一張三隻腳的桌子 我甚至是一個水龍頭 也都隨時會發生成為一個老公 別人的男朋友 甚至是一個心靈的說話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就比較沒有一個定位 究竟我是什麼 最主要就是我會不斷在不同的角色裡面穿插 在不同的關係裡面會出現 然後跟他對話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每一個角色有時候會是一個 病患者他自己想出來的一個角色 但慢慢的時候 又會變成一個真實的人物 跟他溝通 在說一些真的只有他們兩個之間 才會知道的一些關係 一些歷史 甚至是跟他們討論一些關於病情上的事情 這些都會在這些角色裡面出現 而更加多的是 好像一個心靈的聲音 跟裡面的一個角色就是一個導演 跟這個導演在那裡對話 究竟你現在想做的一個劇本 究竟你想做什麼呢 究竟你想在這個病患者身上挖掘到什麼故事 為什麼你不斷在這個故事裡面 拿到一些原因 要去證明你自己背後的創作動機究竟是什麼呢 他會不停地反覆在問一些問題 我這次在《可黃聲》裡面 就會飾演一個叫陳如君 他是一個劇場導演 其實這個戲我覺得是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比較寫實的 一部分是比較想像的 我就是比較負責寫實的一部分 劇場導演 我就跟我的劇中的男朋友 在戲裡面會建構一些想像的 其實《可黃聲》這個劇本 都寫了很久 本來是去年會做的 因為疫情退後了 之前是最初最初寫的時候 其實由第一稿寫到現在 第七、八稿 其實我都一直有看到 所以跟導演都很緊密地去構思 一直一起想想 怎樣令到這個劇本這麼好 去到排練的時候 都是慢慢一步一步去看看 怎樣可以令到這個角色這麼立體 但到時候我們看過 但都是類似的 一開始所有的想法 全部都是跟聲音有關 我很快就找了台灣編劇陳紅陽 就是《海黃聲》的編劇 因為我跟他講完的故事裡面 他就覺得《海黃聲》 在尖聲學來說 他代表朦朦朦朦 幻象、神秘、靈感 他就覺得跟幻聽、幻覺、思覺失調很相似 他就明明了這個作品為《海黃聲》 在這兩年裡面 除了做了大量的訪談、田野調查之外 我們還做了兩次的讀劇 一次就在台灣製作 另外一次就在澳門製作 在台灣製作是整本演出的 因為疫情期間 那個合作方式都很特別 就是我用視訊去進行排練 而在澳門製作了一個 四十分鐘版本的選段讀劇 那時候就已經開始 跟音響和音效設計 進行一系列的工作 嘗試去找一些聲音方向的來源 找一些音效上面的效果 想特別去呈現思覺失調 他的世界是怎樣 但是每天都沒幹嘛 他沒有沒有人 他不在拍照 他不連合作 他不在拍照 是不在拍照 我是很要求 他在拍照 他不在拍照 她不在拍照 他不在拍照 我能在拍照 我必須擔心 他們要死 他不在拍照 為何 創作團隊特地去跟思覺失調患者見面 了解她們的心情 而現出當中更以聲音作為創作主要表演核心 呈現她們的腦內世界 其實在整個劇本都未寫之前 都沒有任何方向 我就已經找了我們今次的海王聲音響及音效設計 溫思朗 為什麼會這麼快就已經斷定了 一定聲音是跟這個作品很有關的 因為對於我來說 聲音它可以建構一個無限的想像 它可以建構一個世界出來 我可以用聲音去建構視覺 用聲音建立空間 用聲音建構角色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對於我來說 聲音是我抓到一個 我目前最明確在藝術手法裏 創造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在創作的過程或創作的元素上 其實我比較在意的 就是聲音的微觀和宏觀的狀態 有時聲音是不被聽見的 但是其實它是存在的 只是你沒有去留意 當你去聽到這些聲音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種好像錯覺的感覺 進入了某一個世界裏面 那個世界其實是很大的 只是你聽不到 是一種微觀的狀態 宏觀的時候 就是整個空間 你如何把它營造一個建構 建構一個空間去轉換 在不同的場景 不同的地方 甚至是不同的時間 去討論 去創作 這件事 其實在排練場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到很多不同的咪 有不同種類的咪 去做一個收音的動作 可以將一些很微細的聲音放大 在這個排練場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就會令到在演出的時候更加順暢 在排練的時候比較特別的 可能就會有些韌腳聲 或者是一些開關的聲音 這些聲音其實一般是不會注意到的 但是我們可以將它放大 令到觀眾感受到那個微細的變化 那個微觀放大 變成一個宏觀的世界 其實到時 以觀眾來看就會發現 裡面其實有幾多很瘋狂的想像和扮演 有一點劇情 就是裡面會有很多很多 一些觀眾會覺得 未見過這麼瘋狂 或者用劇場元素 用得這麼極致的一些扮演 在過程中 因為都要一起去想 怎樣令到那些事情發生 一起閉嘴那些事情很開心 那些聲音 從哪裡來 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噓 它就在我 現在裡面有東西 在那些事情發生 在那些事情發生 現在的用途 每個人都有發術 可以控制自己 每個人都有發術 可以控制自己 我看到我的聲音 在聲音上面 就建了一張桌子 如果它搖晃的時候 其實它那個咦咦咦的聲音 究竟是怎樣的呢 如果它是可以說話了 它變成說話的時候 咦咦咦咦的聲音 究竟會不會是這樣呢 又或者是 如果它是一個不極窮的時候 它的聲音有多溫暖呢 可以令到病患者舒服呢 如果它作為一個水龍頭的時候 究竟它有多空曠呢 就是一個聲音 在聲音上面做一些 準備好和去試驗 這次這個演出的期望 因為一直以來 我工作本身也有接觸 一些病患者之類 在劇情裡面 其實我們甚少去討論到 其實那個病患者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 都是我們去想他們發生什麼事 然後身邊的人究竟發生什麼事 在整套戲裡面很常出現的狀態 就是一種無力感做到 有一種很無力的感覺 尤其是是角色和角色之間 當他們失去了愛之後 失去了愛之後 沒有了愛 那種互相很需要對方 很想依賴對方的那種感覺 都失去了的時候 還剩下什麼呢 很常會在這套戲裡面出現 所以當看完的觀眾 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是這麼空虛的嗎 會變得 而這種感覺是 我覺得看完之後 或是我們會比較想呈現出來的 一種很空虛的狀態 沒有人能夠真實地介入一個人 沒有人能夠明白一個人的狗 如果大家可以進來劇場看戲 裡面有一個我自己比較有趣 而且是我很想跟觀眾說的 是我們現在有很多的 不論電視劇 又或者是Facebook 媒體大量的資訊 都用了所謂的受害者 去吸引毒者去看 或者是用了受害者這個名稱 去將精神病患者 放在一個比較弱化的地位上 但是對我來說 它不一定在這個社會裡面 是一種弱化 可能大家一般對於精神病的 既定印象就是 他們在這個社會體制裡面 在這個醫療體制裡面 他們一定是處於某種 弱化的一種身份 一種地位 但是我覺得在真實裡面的 生活狀態的時候 當精神病患者 跟他所愛的人相處的時候 可能他所愛的人 會有一種權力的轉移 就是他會由弱化變成某種強化 而他跟他相處 或者照顧他的人 變成某種弱化 這是我覺得 在劇本以外看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時間 可以進來劇場看 可以看到在這個劇本裡面 他會不斷地做到一個 所謂的強化和弱化 那個權力轉移 那個不斷的交錯 這個是我很想讓觀眾看到 我就是一個水龍頭 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的人 都在想 為何令我們 可以生歐歐出現 大家 大家看到 其實人類的東西 真的太多了 我還以為 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東西 都在想 都在想 我會不會用的是死 你會不會用的 你會不會用的 這就是為什麼 你會把我當死人吧 我們就知道 你還不去過人 沒有 你會不會用的 你會用的 我會用的 所以 你會用的 我會用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